凯特·米德尔顿和哈里王子曾是皇室中的好朋友,但据一位肢体语言专家称,威尔士王妃可能已经找到了新的皇室最佳关系替代。 在哈里王子卸任王室高级成员之前,他和嫂子威尔士王妃·凯特关系密切,经常被拍到一起欢笑。 但现在威尔士王妃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呢? 英媒就凯特的替代关系独家采访了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 哈里似乎总是会把凯特顽皮的一面暴露出来,当他们因为哈里的一些笑话一起咧嘴笑时,会引发一些勾结。 根据朱迪的说法,哈里展现了他嫂子身上其他人没有的一面。 他们分享的喜爱和乐趣似乎为凯特提供了急需的喘息机会,他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王室角色。 然而,据专家称,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动态似乎发生了变化,但凯特发展了另一种亲密关系。 朱迪说,凯特和廷德尔夫妇之间的肢体语言表明,他已经从这对几乎没有过滤器的夫妇身上找到了一种替代关系的形式,这对夫妇似乎就像哈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是嬉戏乐趣的缩影。 凯特与扎拉,廷德尔的肢体语言轻松而有触感,在皇室活动中与他见面时,他张开嘴巴露出喜悦的微笑和分享的幽默,这表明幕后有着深厚的友谊。 去年在英国早安节目中,麦克·廷德尔透露,他和扎拉在凯特和威尔结婚仅四个月后就结婚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成长与他们的成长密不可分。 扎拉,廷德尔甚至是乔治王子的教父母之一。 孩子们非常亲密,他们总是会有一些同龄的堂兄弟姐妹,可以和他们一起长大,这对孩子们来说很棒。 他们的孩子显然是好朋友,这总是反映出父母和彼得,菲利普的女儿们在一起度过的很长时间。 他还声称,凯特坚持让他的孩子们尽可能地玩耍和玩乐暗示了来自廷德尔家族的影响。 这是因为他们似乎在乐趣与时不时需要的那种皇家礼仪之间取得了平衡。 这位专家提到了乔治王子和麦克在去年的六月于皇宫举行的已故女王白金派对上捕捉到的甜蜜时刻。 麦克表现得好像我已经注意到你了。 阿尔法叔叔和路易斯一起参加喜年庆典,而凯特在这样做时看起来完全放松。 更重要的是,朱迪指出,麦克和凯特之间的一些肢体语言暗示着与凯特和哈利相似的共同幽默纽带。 凯特的姿势和面部表情通常看起来与多年前他与哈利一起大笑时的姿势和面部表情相同。 除了他们可以分享的笑声之外,专家还表示,凯特真的很感激廷德尔一家的忠诚。 他解释说,在哈利的传奇故事中,尤其是麦克,他看起来和说话的方式都像是剑桥队。 这对夫妇在去年12月参加了凯特的颂歌音乐会,身穿球队代表队服,扎尔身着相配的伯根蒂。 而麦克在哈利和梅根参加的喜年仪式结束时的肢体语言表明他保持了广泛的社交距离。 看起来当他的妻子礼貌地与这对夫妇聊天时,他离开了。 朱迪声称,在最近的另一场活动中,我们还看到了麦克对威廉的一个非常紧密,公开的深情和事实的拥抱。 这看起来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忠诚所在。 廷德尔夫妇获得凯特对他的友谊的认可印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们与已故女王的关系如此亲密。 Zara和麦克与女王相处时和与其他人相处时一样亲切,轻松和有趣,显然女王很喜欢他们俩。 其实,在哈利和梅根移居美国之前,四位高级王室成员经常在一起,在梅根之前,兄弟俩和凯特也经常在一起。 与哈利和凯特在一起,威廉似乎能够忘记王室职责的压力,公众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如今的威廉可能从来没有比与凯特和哈利在一起时看起来更快乐,更放松了。 三人关系的平衡似乎非常适合他,这似乎证明了戴安娜希望哈利陪伴在他哥哥身边的愿望, 他显然肩负着命运的重担,陶醉于他和他之间分享的幽默和乐趣。 他的妻子和兄弟,对于哈利和凯特,威廉必须自发地展示他有趣的一面,表现出高度的信任, 这让他放弃了一些更正式和谨慎的行为,而只是像兄弟、伙伴一样享受乐趣并作为朋友。 去年在女王去世后,这四人确实一起出现了,令人震惊,当时王室成员在温莎城堡外感谢前往悼念女王的民众。 但是,随着裂痕公开,因此不需要掩饰,他们就像两对夫妇一样存在, 哈利和梅根倾向于走在威廉和凯特后面,他们四人之间只有一些粗略的交流,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感情了。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出完回忆录之后,哈利王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和妻子梅根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细心的王室粉丝发现,哈利的书上试后,梅根很久没有出现在丈夫的身边。 梅根没有陪着丈夫一起宣传新书,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他上次现身还是在12月中旬,都一个月没看到梅根了,到底他在干什么? 原来梅根和哈利王子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哈利王子突然发现,有些事情还是不说为好, 因为他的个人回忆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受欢迎,让妻子梅根很是害怕。 自从回忆录,备胎出版之后,38岁的哈利王子因过度分享自己的下体冻伤, 酗酒,吸毒以及抱怨威廉王子在巴尔莫勒尔城堡的卧室比他好而被大众嘲笑。 尽管这本书已经成为国际畅销书,但哈利王子对自己特权地位的抱怨受尽了网友的嘲笑。 不仅社交媒体上有大量针对这对夫妇的表情包, 而且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也大幅下降。 哈利王子对这些批评不予理会,并继续接受令人大开眼界的采访, 以宣传他的剧著,而梅根,这位在好莱坞公关上更有经验的前女演员, 据说为手为脚。 一位与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New Idea杂志, 梅根认为被胎出版后将会助他们一臂之力, 最终公众会理解他们为什么逃离英国重新开始。 虽然41岁的梅根通常不会离开丈夫的身边, 但在他的宣传之旅中,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却明显缺席。 自从这本书出版后我们就没见过他,这是有原因的, 消息人士解释道,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 他希望哈利的书能让所有人都站在他一边, 而他的丈夫,还有他自己,却成了笑柄。 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为哈利泄露了他的私人信息感到愤怒, 从他们在伦敦SOHO HOUSE的约会页, 到描述哈利发现他在英国时, 曾因为各种不快而哭泣的场面都出现在了这本书中。 他担心这会让他听起来很疯狂, 消息人士说,他不敢相信哈利竟然公开了这些, 他们一直在为此争吵。 事实上,就在哈利的书被一家西班牙书店泄露的同一天, 有人看到他在圣巴巴拉的雨中忧郁地走着, 这对夫妇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普拉在他身边。 消息人士透露,他最近经常一个人出门去呼吸新鲜空气, 连妻子都不理解自己,也许是因为心情太差, 哈利王子又拿王室成员开刀了。 梅根哈利的朋友盖尔金公开了哈利亲人的想法, 他的回忆出版后的后果。 在采访中,哈利批评了他的家人, 攻击了他的兄弟,抨击了英国王室。 这位曾参加了梅根在纽约举行的 莹莹派对的美国电视主持人, 竟然还支持哈利为了2800万英镑的收入而曝光家人的隐私。 我的心与哈利和梅根同在, 我真的为他们说出真相和讲述他们的故事而鼓掌。 这位主持人说,哈利王子透露, 威廉王子和查尔斯国王对他带来的问题感到非常生气, 在采访中,哈利王子做了一系列疯狂的事情, 他无意中提起自己还有许多隐私没有曝光, 扬言要公开王室成员的更多秘密, 还要他们向梅根道歉, 无形之中给王室成员带来了威胁。 为了奈何梅根过上好日子, 哈利甚至开始威胁家人, 明眼人都可以看到, 他对妻子真的是很痴情, 但哈利的痴情对梅根来说也许什么都不是。 梅根还真是过河拆桥的高手, 眼见丈夫曝光亲人隐私没帮到他, 他和哈利争吵后消失了, 还因为哈利曝光自己的隐私而生气, 书中的细节他自己难道没有看过。 现在他却把责任推到丈夫身上, 真是令人震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